欢迎回来武汉istapro对阵佛山第二季BO5的第二局 他来了第一局武汉istapro拿下了阿旦拿到了MVP 也是拿到了本赛季他的第六个MVP 他在这一次青春风暴榜阿旦是连续三周上榜 非常强力的一位新人 我感觉光搬他的季晓满的话 也会逼着阿旦去练别的战编 对吧 上场比赛打微博说季晓满都拿不到 那这场的话他也做好了拿不到的准备 是的 那看第二局红色方他有没有机会拿到 反正大家记忆应该很难了 赵怀珍 因为百秀这边如果说你继续板放出来 百秀也能抢呀 是的 蓝色方可以以选代搬的 伊斯大是搬了大桥 那孙斌啊夏侯敦啊 包括继续板 哦继续板没有上班 是搬了蒙田 我感觉这个搬蒙田确实要抢边路啊 沈梦西上班了 刚刚自己用过的 季晓满在外面 拿不拿 佛山第二季要抢吗 不要 啊 要放给阿弹百分之百胜率的季晓满啊 呃就看这个孙斌夏侯敦佛山第二季能不能拿到了 伊斯大如果拆的话自己就是组一个这个季晓满你不拿 首先你不拿我会拿 我夏侯敦加季晓满 所以伊斯大必须先抢季晓满 那这个孙斌他拆不拆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要 用阿弹多打 孙斌夏侯完整体系放给佛山第二季 孙斌夏侯射手位可以配哥亚蒙亚以及公孙林这些 锁了阿弹堵 看佛山第二季怎么拿了 孔铁 孔铁打季晓满加阿弹多这个组合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上单了 首先他对线打季晓满他不需 再补个孙斌 机动性也提升了 那就看伊斯大要不要用是用蔡文金啊 还是用中单的一星啊 还是用海悦啊 这些英雄去限制孙斌的拉扯 左边是一套拉扯 比较强的阵容 看看武汉英赛不说中路要不要先选还是说 其实现在在场外还有一个射手能抢的 两边共通的游池还有哥亚 哥亚的大招也有限制孙斌拉扯的作用 他那个大招封位置以及去让这种夏侯敦 除了大招没有其他位移的英雄会很头痛 佛山第二季现在中轴还没出 看看武汉英赛不说后续的班位 中轴射手 怎么去针对 打哥亚的话 对线强一些的射手 搬什么加罗孙小香 但是这把孙斌配孙小香 我没有享受那么好用 对对不是很好搭还是真香比较好 蒙亚加孙斌是比较强的搬蒙亚了 因为蒙亚的强度在嘛 在配合让孙斌如虎添翼 并且打到阿古朵这种英雄是有优势的 再加上蒙亚自身也可以出很多的物抗装 会让机晓版的切入增加难度 对的它是可以直接就是出一到两件输出之后 带能出不祥呢 对 反正第二季是搬掉了王昭君 怕王昭君加上戈亚的一个双大招减速流 更加阿古朵的一技能 对可以打配合 加罗也被搬了 那外边其实有孙小香 有鱼姬这种 看第二季怎么拿了 或是公孙黎还在啊 感觉如果是孟兰的话公孙黎的概率也挺大的 孙斌加上公孙黎并没有那么怕戈亚 顿山被搬了 佛兰迪亚记搬顿山是想出王儿之类的 我觉得有可能啊 是啊 因为阿古朵这把野区很弱的 如果说佛兰迪亚记中路出了一个强一点的进攻野区 他就可以以牙还牙打出上一把一大那种野区进攻节奏 对而且今天两局都有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在前期会有非常多的碰撞 对 孟兰的公孙黎 看这时候要不要拿王儿 王儿王儿来了 是来了 就像你歪歪扭扭的人生 这把对于佛兰迪亚记来讲 前期必须要打出优势 而且是在野区 上一局他们前期就已经打得很凶了 他们是想出优的 但是没打成功 他们第二局延续低局的思路 他继续和武汉伊斯拉Pro去拼去打 伊斯拉这后两手一个苏列一个虎虎虎虎说你要站那变站 中路踏乱斗走起 应该这局也会有非常多的碰撞 应该也会非常的精彩啊 后五打王儿好久都没有看到过 嗯 感觉像是回到了很久之前的版本 对啊 这把就是中路见面就是火药味 谁都不想让这个中线权 谁让了自家的野区可能就遭殃了 对 你看上局就是武汉伊斯拉Pro 它的中线是有线权 抢出优势之后 就跟着一起在打野区打得非常凶 嗯 这把紫阳也是拿到了苏列嘛 苏列也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二级或一级 都有这种闪现去回推的能力的 对 然后像佛然第二季这边 孟兰也拿到自己的招牌 公孙黎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孟兰刚刚回归到首发上的时候 他公孙黎在前面好几场比赛是没有队伍敢放的 全班了 对的 都会去班他的公孙黎 只不过现在版本变了嘛 现在公孙黎上班的概率低了 没错 然后狂暴玩呢 这就出来了 就是要打架 狂暴玩 其实玩这个版本突然火 一个是他的一个大招调整嘛 现在三段就能上天 再一个就是一个新装备破检之一出来 他的这个出装经过了一定的改变之后 他能够有万血 然后双抗都会很强 伤害也很高 很好的去冲后排 他可以当一个开团 骗对面的技能 然后还能对手接 只要队友接一下 自己还不会死 对 好这一局两边这种非常值得期待 都是那种大团冲脸 就要拼手法了 不需要 不需要保 没人可保 对冲 全都是往前冲的 非常期待了双方 TBO的第二局 蓝色方佛山第二G 红色方武汉 Esta Pro 要争抢ESO的榜一 每一小分都要必争 要知道Esta拿到技巧版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过一级 在中路直接一闪啊 上去看 这把也有可能会见到 我们看一下中路有没有机会啊 好的 进入比赛 大家好 我是奔昌解说 吉器 我是奔昌解说 潇洒 全军出击 好 这把的开局就不像之前 就直接全部都走中 让技巧版闪开了 而是苏烈直接上去 帮了 中路未知啊 哎呦 一针被打状态了 因为他没有抢二 而且他 这局是带闪现啊 而且清风是开狂暴 直接打他的状态了 上轮往而在狂暴 前两级去压射手 这边大多数的射手 是打不过他的很强 对 好 这波孟兰为了抢赤甲 狂暴也打开了 但阿嘎也被青龙的火舞 给打得很残 要回家了 下路火舞好凶啊 一来二二完全不虚 而且这个换血他还挺赚的 对 哈哈哈 就在这个版本 火舞就没有那么好处的情况下 伊萨还是比较坚持去用火舞的 嗯 毕竟也是青龙的招牌英雄之一啊 绝活 之前有不知火融之称吗 对的 看这波 苏烈有二 可打 找到机会就把你闪现抬回来 那浮身第二季什么情况下你觉得可打 等不玩二四级啊 这青龙你得等四啊 就四级之前 苏烈这里是可以找机会 配合火舞 完成击杀的 但是四级之后的话 玩二这里就有机会反打了 嗯 现在玩二四级了 但是四级这波线应该是后倾了 我还在不说这边人很多 一起抱钟 把钟线先抢过来了 人很多 都很小心啊 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生怕某一方突然间开团 那这波蓬蓬想进野区 不想让阿古朵这么舒服的发育了 先反足小野 然后上路玩 玩直接去抓 机晓满了 机晓满 机晓满上天闪现 一丝血还是被玩受掉了 机晓满拿到第一滴血 同时自己的位子 被阿古躲大招 但孙斌给了拉二技能 吃了个血包 能走 百兽还帮我们扛一下塔 这波百兽上的很果断 他看到了清风 已经绕到了野区的位置 可以动手 再加上这个版本 知道机晓满调整了二是一个霸体 加免伤并没有无法选中 所以他躲不掉瓦尔的伤害 是的 没有不可选中了 所以瓦尔这波上的还是很果断 这波就是机晓满缺了之后 最明显的一个体现了 对的 然后刚才红区的两组小野 全部都被缝人第二技给拿了 闪现捶起来 躲不了伤害 交闪都走不了 再加上瓦尔这里狂暴 他第一件做任性鞋的情况下 活舞推他都推不远 控制时间不长 对狂暴有任性加上任鞋的任性 清风这波再转下 上路抓了一波 下路再看看有没有机会 像伊萨的视野 还是缩的挺紧的 好冲 但一针提前交二 往后拉了 个迷你和coco看好的是弗然第二季 零二和老王看好的是武汉 以下破二打二 嗯又是二打二 下路位置想抓一针 难度还是比较打一针 他的被抓经验非常的丰富 多年的抗压是 是的 很稳 想第二季想碰龙 哦伊萨不让 大哥来了 这条龙 蓬蓬的 蓬蓬是小敦拿到的 然后再打紫阳被动被打出来 踩不起来了 倒了 没起来直接倒 玩背后排 找的是清荣 清荣这边回头给一扇子走了 他只要限制住活舞金表场 那其实否则第二季整体都是往前打的 阿弹的位置有点危险赶紧二 那野区就不好保了 没技能了 又来了 哇夏侯敦直接大进去卡位置 把紫禁赶走 那这个红就没得抢了呀 鸿蒙是有逞的 逞进拿下 被定身了 砸一下 但是受不了 孙并开个二 赶紧撤 这是孙并夏侯敦强的地方啊 夏侯敦大进去之后 有孙并接他 还是比较好出来的 这样 弗然第二季开始的控 红爸爸野区的节奏 开始打武汉E-Star Pro的野区团 因为知道你这个阵容薄弱点的话 就是阿古朵的野区啊 是的 但武汉E-Star Pro也有想法 阿古朵在补魔抗中 先做的魔抗看苏烈 大招拍 拍两个 他想保子鸡去这个劣质 他没有想开团的意思 但是最终还是被打断了 还是被打断了 哎 反到了最终 有持续相害 嗯 那这个篮区怎么办 夏侯敦紧随其后 彭彭说 你反我一个 反我一个小野 那我就跟 跟着进你的篮区 中线是 弗然第二季先抢到的 中线之家 火舞一下子没给到 然后踢上去 自己要倒了 被秒了 被王秒了 那秦锋在塔下 哎 大招飞起来了 能出来吗 孙并给个二季能 接出来了 一顶没有顶回来 把手交给闪现出来了 哥亚在侧面 给点伤害 但是不至此 那这一波 弗然第二季还是想继续进野区 这个蓝buff被蓬蓬撑下来 这一步有点像 反弯红反蓝 是一次大上一把 打第二季时候的画面 这把第二季还回去了 就是因为前面接甲进不过 接不过的话 你视野压不过去 弗然第二季一直掌控着视野 刚才清荣虽然是蹲草打先手 但是他打的是一个狂铁 而且他二技能没中 对 这其实伤害爆发不够 他想打一波状态 但问题是清风 看你动手 直接他就上了 我们刚才有聊过 就网上这套出装 容缩率是非常高的 他二三三进去 打一套 他还有退路 他可以选择后退两步再出来 又肉又回复 又有伤害 来了 冲 冲的是个阿古朵 被秒了 同时中路队这网上还没上天 就直接被秒了 进行了一波互换 这一波佛选第二季打了一个一换二 这上漫也没了 一换二之后推中路的一塔 继续往前压 这一塔一掉 野区就失守了 本来前面野区就不好守 中塔没了 野区就更难了 更难了 可能小野都不好拿了 对 这个位置就是抓到紫荆往前走 可能是想起事业的一个站位 然后直接一波急火 孙兵沉默给到那一下 就 阿古朵原地愣的那一秒钟就被秒了 对 后续控制给上了 因为阿古朵 大家都习惯 第一双鞋出的是CD鞋 嗯 所以他被控了之后 这个控制时间还是蛮久的 对 可能开不出技能就倒了 后五是一个究极绕后卫啊 但这波绕的话哥亚不在哦 他其实不太好绕 他可能是想看一下下路谁来清这个线 能不能秒一个吧 他想蹲公司离 狂铁来清线了 看他能不能配合几条蛮打一波 打不了打不了 你抓这个狂铁你自己就走不掉了 对 而且有孙病在 他中转下的速度会很快 而且第二季发现火舞半天都没有漏了 嗯 就在回头在找嘛 在探草 但轻荣这么绕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吃钱了 也就意味着他现在的经济啊 止步步前 伤害量就会差一些了 这波火舞在自家红绪蹲 哇 蓬蓬这 站得非常靠前啊 被打成了半血 但还好有被动 回起来了 吸上来了 那苏联没打 戈亚没打 这波红区 第二季必进 这波肯定是能进的 对 你没办法守的 没大招接呼 闪现也没好 不好去打先手 选择处理了一下 边线 火舞在绕了 福山第二季追波 往前压 直接要越塔了 先把伤害打到阿古董身上 没秒掉 即小满 火舞同时到后 火舞一套技能 孙敏这里有技能的 并不是特别怕 火舞一套技能进去 差点自己没了 伤害不够 他伤害高 好像是打前排阵上了 打孙敏还是前排阵上了 没有找到后排 清雄现在的经济等级 他只有9级 他没有孙敏 就没有辅助的等级高 经济的话也只有4200 哦 这波是失误了 他一闪是想踢婉儿 但是婉儿被苏联顶过来了 是被紫阳闪现过去开到的 对 这波继续进1-2的篮区 把篮区再控下来 就是你打我一局 我这么打你一局 我说上一局我太憋住了 难受 我这把一定要 就是这个这个 开心起来啊 两边其实遭罪的都是打野 把上一局的难过全忘掉 这局还有一个人难受 谁 清荣 对 清荣这局是真的很难受 逆风了 他连线都清不了 对 对 又不好清线 然后又有点打不动对面 他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很好的进场 这活武打孙命的阵容 你越往后打越难打 是的 孙命只要二技能抬一下 这个活武进场一套就化为炮影了 他只能当一个控制去使用了 但是这把机晓满的经济也不乐观 只有五千多 这把 机晓满的话确实经济太低了 前面阵亡了两次还是挺伤的 被网上上路不是月塔了一次吗 那一波开始 这波清荣要被包呀 但是看一下阿弹也在盾阿弹有没有机会啊 他们想要去秒公孙林 公孙林把大招推开 活下来了 阿弹对收下的公孙林那一换一对一打来讲就是转 机博士清荣的站位虽然被看到了 但是缝尔第2技的视野里面只有活武 他们不知道阿弹也在藏 所以刚刚看公孙林包过来露视野的情况下 阿弹以及清荣两人选择了直接动孟兰 而且孟兰打得也很凶 他第一反应是反打 回推嘛 对 打得非常凶 那现在正面四打四 这个龙是要没了 苏联顶上去一个 然后王尔直接上天找后排 把一针给秒了 一针倒 正面伤害不够了 机晓满回头去找王尔 切不掉的 耳朵用过了 锤一下 长行换掉 但王尔伤害已经全部打完了 但这波阿弹暴君被防尽第二阶拿下之后 泵兰复活 正面还有四个人要退高 先打人 白手打得非常凶 扛塔了 看重楼有没有机会啊 应该是想一波的 蓬蓬扛了非常多的塔上 护着兵线 想一波 先赶人 紫阳顶 把兵线顶出去了 自己的被动被打出来 只有闪现进场 想帮忙拆火 没拆成功 但兵线清掉了 他们为了清兵线 卖掉了苏联 把兵线给处理掉了 上落位置想要追 先放个一 探一下这个草莓人 然后再往后找 我我暴露位置了 想着把这个上线断掉吧 不好走了 这波 伏仁第二季打完之后 金银杀拉开了6000多了 主要是因为伏仁第二季 这局优势之后 一直在控武汉 E-Star Pro的野区啊 所以这个金银杀拉得非常快 是的 而且现在团战对E-Star来讲 是很难接的 又来了 要被秒 看到一周打 又把前排给秒了 紫晶 在天上被空了一秒就倒 要打一波了 中路位置 是有兵线的开了个分狼 想把这个兵线给处理掉 中线清掉了 那紫阳没有被动 直接被点掉 上路位置 看一下阿旦的位置 也被秒了 二连击破 一周也没了 那持续掉点 五人俱载 火舞也没有办法立碗狂蓝了 上路位置有兵线 进水晶 让我们恭喜 佛山第二季 拿下第二局比赛 胜利双方一比一战拼 就说这两局的这个节奏像不像吧 近向了一波 所以前期哪一边拿到了优势之后 我近年也去滚雪球 经济差中期拉得非常开 然后劣势方想找机会 但一波没找好就更劣了 就打不了了 这两局都是逆风 那一方正面 完全没法打溃败 优势的那一方就是不停的 来烦你的野区跟你打架 就是还是清风的上关 婉儿这局前期的节奏开得好 上路内部抓得很漂亮 没错 好 本局比赛由佛山第二季搬回一局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平德西 这个婉儿的存在感太高了 就从前期中轴这边动起来之后 整个节奏 全盘的节奏都在佛山第二季手里了 对就是婉儿到四级之后 那个伊斯塔普鲁这边是没有特别多的 英雄能去限制他的一个节奏的 没错 我还记得当时版本的一个调整啊 就是破茧之一的一个调整之后 我们一直都在说 貂蝉是整个版本当中 最吃香的那一个 收益最高的 现在看下来他确实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婉儿这个英雄呢是上场率最高 而且是出这个装备最多的了 性价比最高了 就是他能够在场上 把婉儿这个英雄的打法彻底改变了 本来是这个法刺 现在是个法 坦刺 对 就跟项羽是一个战坦刺一样的 那个味道啊 有一点这种 对 就他出这套装备的话 就像以前就活舞 可能像以前什么 cd鞋回抢像那种出装 就活舞一套你就死了 那这这种出装 活舞你动我 你打我一套就活舞死 对 你不你不打我的话 我就轻点先去搞你对 你就很难受 是的 清风这局他在前期对线对到的是戈亚嘛 但是他对到戈亚也不慌 戈亚上来换血的时候 他是开了个狂暴给你对点 所以在这一点上 婉儿就已经把前期和四级之后的 线权一直都拿在手里 对 再加上的婉儿这边 他的队友那个打野是个夏侯敦 对方是个阿古朵 所以说在打野的层面上 他也是在前期的战斗力优点太多的 所以这一把的话 佛山第二季这个前期阵容优势还是挺大的 然后打出来了 对 他们打出来了 确实这局把前期的进攻做到底了 是是是 我们在前看到那些数据层面上的东西 感觉在这一局荡然无存 对 下一局一斯大轮到一斯大要开始打 嗯 就就可以看到第一把就感觉那个 第二季今天要和一斯大打前期 是 这两支队伍就是这样的 他们只要相遇 他们就有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 都能改变队伍的风格 首先是 我看你StarPro这局肯定打得很憋屈 那么他下一局一定会打得更主动一点 这一局主要是弱在了野区这个点 因为阿古朵确实你要让他的层数上来了 才能够在团战当中有更好的作用 嗯 这一局也许诺你中路站不住 那么就一定会给别人带着带着机会 来进行一个前期的路径呢 是他们的第一波节奏 就佛山第二季这里上路是先出的 是的 然后清风这一把的上官网的数据 八杀 二四三主攻 非常 他也不低 对我们看的过程当中也感慨说 第二季这边优势这么大 就打到后面的那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E-Star真的很难了 E-Star后面其实还会去找机会 像阿旦 小满啊 包括清风的布置 但是佛山第二季五个人抱团抱态 还有生病嘛 因为有生病增加农村的也没办法 你可以看到这把清风的数据就是 你看他乘伤和那个坦克差不多 输出比安妮还高 是的 打着最高的伤害挨着最痛的打 12分33秒 也是闪电战 对 本局MVP给到了佛山第二季的中路位选手 清风 上官网儿 现在这个英雄拿出来前中期肯定是要出节奏的 并且出节奏的同时 他还不容易死 因为他一套上天 他现在不用说他的一整套连招要很快速的上天 他慢慢飞 可以在中间穿插一点普攻 然后你对你打我把我雪打掉了 我还能回雪 是 这是上路的第一波大血奏 主要是玩儿的进场 你还没收掉他 可以看到 这波是有抵抗鞋就没那么怕你了 然后这个位置这是一波 我 4位4就直接就打前排 先打前排 你输出打我我也不怕 好的本局那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能进能进我直接进 可不可以 你不相信! 感動 quemarte! 射手位置! 撩laughter! 我覺得我沒問題了 中路一波! 來來來,過來 Learn where we can finish 中路一波! 我留到給蘇聯 蘇聯好像有閃 蘇聯有閃 我留到 別站一起就行了 別站一起 丟到 蘇聯 一直打人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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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尿了 上線 我修一個火舞 火舞沒閃 可以可以 給他一波 基本上是野斧 畫素占比是最高的 阿改跟彭鵬的聲音是最多的 對 就輔助的話 更多是做一個比較冷靜的一個 就是對大局的一個 就拉隊友 然後那個打野的話 就是對正面團戰什麼激火爆點 就比較激進就是這樣 對阿改革 彭鵬太適合這兩個角色了 對 就是聽上去就是 他們的團戰溝通就是這樣的 是一個很標準的 語音溝通的情況 看他們這一局 普遍都是在一直平凡的打架 也是把自己想要的節奏搭出來了 但是我們在語音當中沒有聽到 他們對於任何一波打架的部署 估計都是 默契 因為打團的時候 我們看的畫面都是直接打起來了 沒有說有個部署啊 可能有一波在暗影暴君的時候 有提前說人來就可以打人的這種 對 可能還是在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那種 團戰爆發起來 你看到一個機會 你是來不及去說的 對 你說了可能就晚了 他們只需要動手就行 因為隊友都知道你要幹嘛 對 所以當他們已經形成這種默契之後 老五人形成默契之後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的溝通 都是心靈上的溝通了 對 就可能你這波怎樣你上了的話 我知道我應該去為你做什麼 或者說我自己做什麼 對 這點還蠻關鍵的 所以其實打到現在 我覺得這場比賽打滿的概率 還是非常高的 因為我記得最早的時候 他們剛開始交手的那兩個賽季 這兩支隊伍就是 常規賽每一場都打滿 就是一定會熬戰到最後一局 最後一刻 是 但第二局武漢StarPro打的 其實一方面是陣容吧 還有一方面是 他們上一場 在面對到北京微博的時候 也有一個同樣的問題點 你中路再拿不到線 很多 甚至是 對於武漢賽事實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 未來電競旗艦成就王者表現 感謝官方比賽用機艾酷 青陽全新電競技震撼來襲 關注青陽官博 期待新一代電競卡玩法升級 王牌榮等你清爽上場 感謝峽谷月行作家 上汽大眾星圖月 祝你越戰越勇 Carrie全場 動感月翼皮膚 點亮王者戰場 高效動能速戰速決 拿下比賽 登陸上汽大眾官網 體驗一把愉悅之上 選蕭龍痛快贏 心有王者一血之勝 微信搜索蕭友慧小程序 參與一血預測活動 海量心動好禮等你哦 加入蕭友慧 一起痛快玩科技 好的 那期待下雙方的第三局比賽 讓我們稍息馬上回來